确定2024总统大选只剩下了9个多月 相较民进党确定是由副总统赖清德出展 反观国民党除了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 已经宣布要争取提名之外 同样被视为下届总统提名人选的新北市长侯友宜 却是迟迟没有表态 就让来营基层按捺不住 国民党中部七位议员 七手开了第一枪表达挺猴 要党中央尽速征召侯友宜 投入2024总统大选 争取参选2024总统的动力 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宣布将争取 国民党提名出现教竹2024总统大会 而被视为蓝营最强目击的新北市长侯友宜 面对郭台铭来势汹汹还是迟迟没表态 有没有可能与郭台铭联手合作 来侯郭佩 侯友宜自己没说死 郭董市长在科技经济产列的过程当中的表现 老走就表态不选总统更不会选副总统的台东市长 卢秀燕汉话党中央君子之争很重要 一定要友善团结 而蓝营中部七位议员包括张化县的曹家豪 台中市的张彦彤黄家田等人 更是首开第一枪力挺侯友宜要党中央加速征召 呼吁朱立伦主席不期待不等待马上给交代 希望东中央爱加紧脚步 把我们的游戏规则定好 让我们走出对的方向 尽管距离2024大选还有9个多月时间 但眼看绿白两阵营参选人已经定于一尊 蓝营却是悬而未决 基层急得像是热锅上的蚂蚁 这危机感如何解除 就等党中央一声令下 记者做不到 我记得到